天主教信仰的默想 作者 Father Thomas Bates 汤姆神父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这个祈求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密切相关 念天主经的门徒深知诱惑不可抵挡 我们能抵挡的有限 如果诱惑太大 我们容易犯罪 丧失信仰而沦于绝望 我们祈求天主为这无法避免的诱惑设定一个限度 同样的 我们知道邪恶是真实的 且我们必会面对邪恶 如果围困我们的邪恶太过凶猛 我们容易因绝望而转向犯罪或背弃天主 邪恶会伤害我们 应该严肯以对 这个祈求可以有两个意思 免于凶恶 或是免于凶恶者 即使是精通希腊文的圣经学者 也说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基督的意思 但这一点可能并不重要 我们已经说过 诱惑来自撒旦 但是也来自我们的私欲偏情 撒旦以邪恶攻击我们和世界 但是我们人类没有撒旦的怂恿 也会创造邪恶 因此我们需要祈求 免于所有邪恶的力量 特别是免于仇恨的诱惑 我们祈求免于哪一种凶恶呢 是免出本身陷于邪恶和犯罪吗 如果是 那么就和上一句关于诱惑的祈求相关 亦或是祈求让我们不要被外界的凶恶所攻击 也不要让邪恶的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当然要祈求免于这两种凶恶 最坏的凶恶 不是别人对我们所做的 而是我们自己作恶 被谋杀 被骗 被谎言蒙蔽或被抢劫 都是凶恶 但是成为谋杀犯 说谎者 骗子 或传不谣言的人 是更大的凶恶 在天主面前 成为他人作恶的受害者 要比经不住诱惑而成为犯罪者来得好 我们宁愿死 也不要犯罪 也不要犯罪 可是当我们成为他人凶恶的牺牲品时 会禁不住 会禁不住暴富的渴望 至少感到绝望 甚至可能失去信仰 我们内在的正义感 不愿恶人 逍遥法外 正因为我们都可能会做坏事 所以应该祈求不作恶的恩宠 我们应该祈求天主赐给我们清澈的思想和内在的力量 在面对凶恶的诱惑时说不 我们也祈求天主保佑我们 免于所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凶恶 因为凶恶可能导致我们失去平安 甚至离开天主 天主经的默显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